资助餐店买来的便当 四菜一蛋一碗白饭 网友贴文要价165元 让他非常错愕 这个便当有胡瓜丝 面肠 四季豆 花椰菜 一个荷包蛋 没有肉类主菜 资助餐老板说 因为台风过后菜价贵 网友纷纷留言 现在台风菜价比肉贵 四季豆和花椰菜上看百元 价格并不便宜 根据台北果菜市场的交易价格 花椰菜上价142.9元 米豆196 胡瓜118 从山陀儿台风轻台到现在 上下略为浮动 而且从产地就贵 花椰菜是属于冬季蔬菜 四季豆是目前还是高山 以高山为主 花椰菜 四季豆 胡瓜 价格虽然已从八月的高档下滑 不过依旧不便宜 餐饮业者成本压力受到影响 不过许多民众说 比起有肉类主菜的便当 165块的选择有很多样 如果只有四菜一蛋 确实阳春 但是这家资助餐业者不愿回应 三立新闻 教育的邱瑞阳张玉坤 拍中报道 热腾腾的臭豆腐上桌 神坑人气美食臭豆腐 游客到访必点美食 不过这张照片 却在PTT掀起热议 有网友PO文 自己一个人到神坑一日游 随便挑一家 点了一盘清真臭豆腐 点餐时没有注意价格 餐点上桌 两块清真臭豆腐 没想到账单金额 竟然要两百块 文章一PO 有人说这样两百不能接受 还有网友直接点评 比肯丁还盘 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 对我来讲 我觉得有点偏高 清真豆腐这东西 我会觉得 如果是大半一碗的话 我会觉得大概抓 可能90到110 是我觉得OK的价格 因为那个也不算 是一般的虾米 它吃起来又会 比一般的虾米还要更硬 然后再加上它的 说真的它这个薛力宏 好吃 一盘两百块 我是觉得还可以 记者实际走访 这家臭豆腐店家 那听到有网友po文喊贵 老板也出面喊冤 路边的不可能说 去用蒸笼来蒸嘛 你看我们这个 是不是很道地 最近才涨20块 你们来180 我们这个是 正宗的清真臭豆腐 我去上海学回来的 这盘清真臭豆腐 其实贵就贵 再配角都不一般 像是雪丽红 精华火腿 生坑黑猪肉 还有一斤 三百多块的金钩虾 用料实在价格当然设定偏高 店家认为可受公平 只是随着物价通膨 要吃到真材实料的平民小吃 肯定不会太评价 三立新闻徐赵伟报社为新北报道